那么阿弥陀佛 请问本门如何看待八境法 八境法是说的比丘尼 恭敬比丘的八种法 关于八境法呢 现在佛教界产生争论 甚至在台湾呢 出现废除八境法的运动 那么争议的焦点主要就是 这八境法是不是佛说 符合不符合佛陀智界的精神 在今天有没有必要执行下去 和今天这个民主时代强调男女平权 还有佛陀的平等慈悲精神 相应不相应 双方呢都表达了一些观点 列出一些证据 我们呢不是专门做研究的 所以跑下一个评判 不过呢 如果说是佛陀制的 那么女众没有遵守八境法 那损失的是女众 对于男众啊倒没有损失 所以如果是单方面的男众 要求女众要对男众行八境法 这个恐怕不太合适 我们没有资格邀请人家 要求对方一定要恭敬我们 那么即使是圆满大绝的佛陀 他也只是说众生若理尽佛 则有福报 则有功德 不是佛一定要求众生来礼拜他 那我们这个罪恶凡夫 有什么这样的资格呢 所以如果男众不受女众 恭敬 我觉得不方便把八境法 拿出来说事 应当呢自我觉得惭愧 在我们净土门内 我想这个应该不成为问题 只要随着一般世间的习惯 顺序 这个大致有男女的秩序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一般场合嘛 男众都放前面啊 似乎没有特别的必要 要强调八境法 尤其是我们专修念佛人 具足基法两种生性 医者决定生性 自身现实罪恶生死凡夫 旷界以来长莫长流转 无有出离之缘 虽然剃了头 是合格的比丘吗 具足这样的功德能力 值得对方的敬重吗 所以如果我们强调 女众一定要尊重 我们这个比丘的身份 显然和这个基身性呢 也是有冲突的 当然敬重他人 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修的 可以讲必修课 必须具备的一种良好品质 我提出三境 一就是专境 二是护境 三是普境 专境 一切众生 我们唯一 专一 敬重礼拜 阿弥陀佛 唯有阿弥陀佛是我们专境 专养的对象 我们的法门是一项专念 当然观音师这些三宝啊 都含在阿弥陀佛当中 这叫专境 不离开阿弥陀佛之外 强调特别要哪一部分人 敬哪一部分人 第二是护境 不仅女众要敬重男众 男众也敬重女众 因为大家都是念佛人 身上都有阿弥陀佛六字名号的功德 所以护境 还是因为佛法的缘故 也是敬佛 四十八院当中就有天人至敬愿 对方再怎么卑劣 只要念佛都值得我们敬重 所以怎么可以以男女 这个性别的不同 自我处于高位 让对方来敬拜我呢 甚至即使剃了头 我们的能力 慈悲 德行 未必也赶得上一些居士 居士固然敬重僧宝 那么站在念佛的立场上来讲 我们也要尊敬 这个念佛的联友 所以同意念佛无别道 远通法界皆兄弟 上海大师说 普劝有缘皆念佛 常念佛 观音大事为同学 又把我们念佛人称为是人中分头利花 连观世音大事至都不轻视念佛人 都隐为同学善友 佛都隐为人中分头利花 所以我们要互敬 第三是普敬 一切众生都有佛性 佛性绝对平等 有佛性者 总会成佛 这三敬 它的本之内还是一样的 都是以佛 以佛德为我们敬重的对敬 所以在本门之内 最好是善巧回避 什么八经法 女众要如何敬重男众比丘 这个会引起不必要的政论 导致团体的分裂 也不是教团最大的共识 南无阿弥陀佛